欢迎收看今天9月2号 礼拜五的午安您好 台湿新闻 我是侯乃荣 头条讯息带您来关心 轩兰诺台风为台湾带来了超大强风 中部地区台中从1号下午开始 就传出多起的路数倒塌意外 其中在柳川河岸旁 有路数不停强风倒塌 就直接压在工具间上 另外在北区也有路数压毁了四辆汽机车 而在彰化八卦山的交通要道 宝山路 有一颗30公尺的巨树就倒在路中央 造成交通全断 20也有民众差一点被倒下了路数压伤 惊险过程全被监视器拍了下来 1号下午彰化20有大树不停强风硬身断裂 当时正好有民众从树下经过生死 一瞬间即时闪过没被倒树重压 惊险过程也全被附近工厂的监视器拍了下来 工作第一时间也赶紧到场清除倒树 而在另一头高大巨树 整棵倒在路中央交通全线中断 民众一早运动骑车路过此处 进退两难 只是话才刚说完 即使马上扛着车直接跨过大树 现象还生的还有不少健行的长辈 同样也是冒险穿越 哪里有路就往哪里钻 这里是连接彰化市区 与台中南投的八卦山交通要道 宝山路 很多从台中来的要从宝山路进到彰化市区 结果树倒路段被迫直返改道 尽管现场只拉起封锁线却不见改道的指示标志 也让民众大骂地方政府的危机处理 慢半拍 镜头转到台中柳川河岸旁 一棵大树遭长风连根拔起倒塌 压在一旁工具肩上 连路边机车也被波及 再来北区一棵路树也倒 波及三辆停放在路边的小客车 及一辆机车索性无人伤亡 人家都破啊 像那一台有没有 整个后档全破了 再来武全公馆路口选举的大型帆布 疑似美榜牢在高楼上被强风狂吹 路边多辆机车也惨遭大风吹倒 轩蓝诺台风来势汹汹 降局风速监测 从台中海线的龙井到清水 都有七到八级最强阵风 空旷地区甚至有到九到十级 民众外出得多加留心 界中部综合不到